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们请翁院长 好 请翁院长 习委员 这个看起来耗顶所有的争议啊 现在就在法律跟道德两个层次 我看你在道德的层次 刚刚曾立军委员问你啊 你也都道歉了好几个道歉 大概道德的层次在这方面可能会做一个了结 但是法律问题似乎还没有了解 所以我要请教你 你一开始在做报告的时候提到一句话说 好像有人叫你不要回来 这个是变成我想了解的法律跟道德以外的 变成一个政治问题 是到底谁叫你不要回来啊 能不能讲啊 是 我接到很多很多email或者转讯 那有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不回来 但是这一些我都只是听听 你只是听听 所以没有影响你 没有 没有 好 你如果这样讲我就不追问了 不然我本来想追问到底是蓝的叫你不要回来 还是绿的叫你不要回来 因为这很敏感啊 这件事情现在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啊 有人讲啊 全球策略投资公司里面有耗顶的股票里面有 国民党的中央投资公司啊 齁 这下子啊问题更大 没有 我请假是到4月14号 然后我消假回来 损失回来 所以我说嘛 照时间回来 我的意思说这件事情喔 会被上纲到一个政治问题啊 所以很敏感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句话说 我想问你原因就是这样子 先把政治问题撇开以后 我们再回头 我们再来看法律问题 奇怪耶 这个我先请那个 这是法律处长 是智财财产的法律处的处长 对 处长 我请教一下 你们定了一个利益回避的处理原则 这个处理原则是 他的母法是什么 科技基本法 科技基本法 是 第6条 第3点 所以他是有法律授权喔 应该是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这样 法规命令七种念一下 抱歉 规程规则细则办法 刚要标准或准则 我念七行 非常谢谢委员指导 所以他不是法规命令耶 所以我意思就是说 一问你的母法是怎么来的 一问 你这个跟中央法规标准法 就违背了 好 我现在也不 也不刁难你们 我再问你一件事 听说报纸也登了 这个中央研究院订了一个 二清等以内 结果呢 子女没有八卦在内 不是只有你们 我们全国最高学术金刚中研院 现在在来全国最高学府 听说台大也这样订 奇怪咧 我们的法律人才都这两天出来了 最多啊 怎么会订出这个 刑法第十条难道你没读过吗 称以上以下以内者据连本数计算 怎么搞出这么一个东西出来 这还是人的 因为你们在里面的表格里面就 没有写这样 没有写这样给人家去勾 人家在勾勾勾勾勾勾就没有搞到这样 不是读法律的会想到 不是读法律的没想到 一没想到 好啦 问题来了 这不是宪人罪 你们在里面的害人吗 是 都法律的害人吗 是 还到法律室的害人 中央研究院的 很多法律研究所的害人吗 是 公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在里面的都害人吗 是 我们有查过这整个流程了 那我们现在是非常非常确定说 这是我们一开始在定规定的时候呢 我们基层法律人员 在定规换时候的文字输入 太好了啦 这个大学二年级就读到了 是 甚至一年级法学序论就读到了 怎么你们还有什么基层法律人员会搞不懂 那他凭什么到中研院上班 我要问这句话 是 这个很奇怪的 所以刚刚 哪位委员在问我忘了 你们怎么会找个法律官司找出这种形的啦 你叫黄国参叫回去也不太好 但是委员我特别报告一下 因为那是我们填表说明的互助 所以我们回归到母法 所以我说嘛 你们那个表格就有问题了 好 算了啦 你这个有问题我再问下去你也很难回答 所以我要再问啦 在这么多问题里面 内线交易 好 这个问题我就 还是要再 等一下等一下 我再请教你来 欸 你们定了利益回避的原则 或者是什么要项 随便你来 要点也好啦 你们这个原则的 你刚跟我讲母法是科技基本法 科技基本法的利益回避 如果跟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有冲突的话 两个法律规定不一样的话 请问 要适用哪个法律 报告委员 那我们当然是要按照科技基本法 但是 因为科技基本法是特别法 是对于利益冲突回避的特别法 是对于利益冲突回避的特别法 我们两个都会遵守 两个都会做的废话 我当然知道啦 我想问哪一个优先适用啦 当有冲突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科技基本法 当然嘛 我就是要问你 特别法跟普通法的关系 所以换句话讲 汪院长的这一部分 到底是不是用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 或者要优先是用科技基本法 你们要解释清楚 你们这个解释清楚以后就可以发现 在利益冲突回避里面 也许 这就 不会产生问题 有什么你都说不清楚 报告委员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五有开一个记者会 那跟媒体朋友都有做一个说明 你们的媒体关系太不好了 我怎么没看到这个报导 是 其实那个时候有将近20家的媒体 有来采访 那最主要的我想 你们都有20家媒体来采访 结果你们的继承人员说二亲等内 那一部分 人家也不太相信你们 是 那一部分我有非常郑重的道歉 那我想在这个机会 我还是在特别再道歉 所以我把这个问完了以后 你请回 我还是请教汪院长 汪院长 我刚刚把这个法律问题 特别讲 当然这不是你的问题 你不是读法律的 但是我还是 因为内线交易 有时候是一个common sense 就我们在讲的 重大资讯公开之前 谁都 你知道知道这个讯息的人 谁都不能去买卖你手中有的股票 包括你相关的人等 这个不能讲法律 所以我要再次的问 刚刚还是我也一直在问 我要问说 到底你在卖你女儿的股票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已经解盲结果出来了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卖你女儿的股票是什么时候挂单的 什么时候下单 18号 几点 几点我 不太记得 对对 18号 早上下午 大概早上 解盲 我知道解盲是21号 解盲21号 对对对 但是你是早上 18号早上 好 我时间我不是确定 我就是要 我要问的就是说 当你说 我没有涉及内线交易 我们要把时间点弄清楚 我们才能相信你的话 18号 所以你18号 解盲的重大讯息记者会是在21号下午2点 那这样子 21号我参加解盲的专家会议 那是早上 早上 所以早上你就知道 10点我知道 18号到21号 那中间的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好 那基本上 公司内部 据号顶的新闻稿 它说公司内部几个高层的 在19号晚上资讯就进来了 那这部分我们基本上可以相信你 但是还是要最后看检察官侦查的结果 这个我们要把这段话讲清楚 那最后 其实这件事情我要最后一句话 但还有好多问题啊 我捋捏了一大堆 我看再半个小时都问不完 不过我还是最后一句问题 让我问完 一句话要跟你讲说 今天我看到 你可能是 事件 全国瞩目弄了这么大 可是在立法院咨询最平和的一次 这是大家对你学术的尊重 我可以讲这句话 你要是到司法委员去看看 到其他委员去看看 那是 那个炮火是不得了的 可是大家对你的尊重 就表示你的成就 我们希望说 这件事你的平安过关以后 继续为台湾服务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的土地啦 感谢各位委员的包容 这是我最后要希望能够 你能够深刻体会到 为什么这么多立委 对你这么尊重的原因 好 感谢你 好 谢谢许委员 好